9月22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钟眉政劝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现况解答投资问题 Josen Raffi 谢谢Irene 昨晚美股显着挨沽 因为美国政府的停摆风险又升温了 债息急升 导致跌超过升8点 肯知跌跌86点 稍后和我们分析一下外围最新的风险究竟是否这么大 以及港股局困局走不走得出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2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你的外围表现 美国最新的失业救济人数回落 加强联储局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加上众议院国防剥款法案 程序表决投票未能通过 联邦政府停摆危机升温 并且波及俄乌战争 马就资金抛售美债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到4.5厘水平 导致低开过百点之后 美段跌势加剧 西欧市跌370点 报34,070点 标志失手4,400点 关口 跌42点 报43,030点 纳指跌245点 报13,223点 三大指数都已贴近全日的低位收市 欧洲股市全线向下 英文银行以息之后暂停加息 结果令市场稍微意外 英方回价跌至3月以来的低位 美会指数偏强 曾经升到105.7的水平 市场正代日本央行今日以息结果 招点美股 科技股都下跌 亚马逊跌超过4% Tesla、Google跌超过2% Meta跌超过1% 苹果跌0.9% 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墨腾讯ADR失手了300元 博士宣布299.53 本港收市价跌大约1% 阿里巴巴和美团 本港收市跌0.5%至0.7% 百度跌了0.8% 而汇丰控股就偏强 ADR给本港收市升1% 至宣布61.41% 友邦跌了1% 港交所跌0.8% 今早有外围市房 导致期货轻轻偏远 34327点及10点 纳指期货轻轻偏远 压太区股市 普遍都要跟着美股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1% 日经平均指数32,224点 跌346点 南韩市跌0.8% 澳洲跌1% 新西兰率跌了0.7% 再看看恒指黑期 可能港股也要低下 南韩市跌至8点 南韩市跌至8点 跟Ravi谈谈外围消息 本身昨天联署局 大家很关注息口问题 现在还有多一个风险 就是众议院那边 得不到共和党内的支持 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取消对政府开支提案 而进行投票 港内战友就是反对 将3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 纳日法案 所以麦卡锡好像有些措手不及 现在就说距离10月1日到数 就不够9天 又来过了 又怕美国政府会有停摆风险 怎样说我来过 因为好像偶尔会有这样的风险 没错 几个月才试试过 究竟会不会今次又是 去到最后的一关 又可以搞定呢 当然大家还关注联署局 最新的利率预抽市都偏樱 所以美债息其实是右抽升 美股会不会暂时都会继续手压住 的确暂时看法都会继续比较淡一点 审慎一点 我还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我记得上星期都有提到 可能有个调整的可能性 始终当时没有数到这么多东西 但我想最主要一点就是 因为都已经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刺激 因为你说股价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贵的 二来其实当时也说过 就是息口 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 的确你看到刚刚过去的议识会 从那个点震图 其实大家都一定知道 昨天我相信你的节目都已经说过了 最主要就是大家对于 特别是夏年 减息的预期 没有六月份当时来得这么多 当时股价可能 夏年会减四次 每次25点 所以总共减一厘 如果以最新的点震图 是夏年减半厘 两次左右 所谓的Hiafalonga 这个说法似乎是越来越兑现 而且如果以这么看的话 的确对于债息 我们所说是一个持续的上升 比如10年期债息 已经4.5厘 30年期也是 2年期也5厘 等等 变上全部的息率 都是抽上去的时间 对于股市 特别是NASDAQ 一定是手压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说 这个角度来说 也有一个 可能比较负面的担心 而以来 我想最有趣的 就是因为 点震图 其实想说少许 就是除了点震图 可能下年减多少次息 大家觉得比较英 之外 其实它很有趣的 或者搞笑一点 就是它对 下年经济的预测 又很乐观 就是它是上调了的 但是这里 为什么觉得搞笑 因为始终我觉得 现在大家对于 美国下年的经济 其实还有一班 是会觉得 会不会有机会 衰退重临的风险 但是 为什么突然 自己好像又 潮升得很厉害呢 这个是有点 跟市场有很大的 落差 而且我想近期 说几件事 一来 刚才提到 可能停靶的风险 或者买工的因素 其实这些 都可能会影响着 经济的情况 所以究竟今次的点阵图 已经是否 预测了这些东西 还是会怎样 这个真的不知道 又是那句 可能随时都有一个转变 所以大家对于 下年的经济看法 是否真的那么乐观 其实还未完全是 如果经济 假设前景 不是像处理局 遇到这么强的增长 对于企业盈利方面 都可能继续有 收获的空间 这一季 或者下一季 如果盈利预测 又有一个下调 其实对于几个主要指数 其实有一个收获 亦都有这个因素 我认为只看议息回 都觉得 可能对股市方面 会比较审慎 更何况 我刚才提到一些 罢工 停靶的因素 当然 罢工 我想这个 都是要留意的 因为会有几样的影响 一来就会影响经济 因为生产会减少 而是会影响着通胀 如果现在工人要求 升工资四成五成 虽然最终一定不是的 可能是还价 假设两成也好 但仍然会有机会 拉升通胀 便想到 又可能连到 息口的因素 又有机会有些 改变或是怎样 这也是要继续盯着情况 如然带来就是停靶的因素 当然 如你所说 久不久也有 或是常常出现 甚至乎 我还未到死线那一刻 就好像常常说 谈不定 但一到就搞定 但问题就是 当然 我相信最终今次的结果 也是一样 即是会搞定 但问题是否真的 10月1日那天 即是搞定 还是可能再过几天 即是所谓停靶 几天 才会搞定 之前不是没试过 那这个情况 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就是如果假设是退了几天 最后才搞定 可能连接政府真的停下来 那变相 有些的数据也不能出现 或者是迟些才出现 那这个也会影响着 储局的因素 因为储局 这几个月都不断说 他们加不加息 息口怎么走 看住了数据 那你数据迟了 那便可能又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其实暂时 都是少少 叫做 未算是非常清晰 所以我觉得市场 一不清晰 就一定是可能 比较淡一点 比较淡一点 所以我想几点加起来 令到美股有些调整 而且其实你说真的 看这个图 无论现在的S&P500 或者刚才的Nasdaq 其实今年的升幅 都是挺可观的 是 所以我想做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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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